刚刚星期日播出的中年好声音2 终极七强诞生 这日颜米糕 谭辉志 黄坚文 古卓文 安雅熙 沈忠言以及陈如飞齐集记招 为未来的决赛造势 记招上更加公布七强之夜收视创街迹 跨平台直播收视高达23.2点 观众人数更加有151万 高居收视榜首 影真气势如虹 而这日七强人马轮流现场 现场大show quality 我下车打火机在车里 这一次跟我车里分手 总是这一生只可以忽略 天物中受罪 怎么说都不对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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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What? All the time 不加大声 谁能快 2,2,3,2,1 是我不想对你连连不舍 而什么让我反穿反刺 越战越勇的谭辉志更加先拔头筹 先拿到现场观众自赖好声音奖 可以说是为决赛打了支强心针 心里连叹 快归来分鸭 这女才是快乐老家 刚刚在现场的观众投选出来 拿了一个大奖 开不开心,是让大家投你出来的 开心,开心,很多朋友在这里 我们也要再一次给你 你也要投一投票 你也要拉一投票 拉票吗? 记得投我的冷气 我可不可以拉票吗? 记得谭辉志 讲到唱快歌跳劲舞 相信绝对开正古卓文和陈鱼飞个凡 尤其古卓文和小辣椒谷雅薇 来跳唱Bad Boy一幕 可以说是引爆全场气氛 更加获评审一致赞好 拿到95分佳职 难怪未来决赛 他们都说会豁出去唱爆他 晚播那一集唱了Bad Boy 那一集是以最轻松的状态 什么都不想 唱好一首歌 很享受一次舞台 我说是任性一次 怎料成绩不足 我打算回来照版主换 我觉得比赛除了选对歌严重 心态也很重要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顺其自然 唱好首歌 不要理会分数 不要理会冠军 一到最终 结束就结束 最重要是享受舞台 最后一场一定是豁出去 因为Bad Boy是我的难手 所以我这次唱尽他 我就要唱我自己最喜欢 就是我的歌 上集拿到MVP的黄建文 对未来的决赛 也有一定的信心 只不过跳舞这一环 Kimman就似乎有点击 我就排了两日舞了 已经 但是也有点难度 是 就是都 不理的 是呀 快的 就是动的 快的 快的 是 所以 所以 所以有难度 这个会 也要加紧练习 相反一直表现亮眼的颜米糕 这段时间就不是加紧练舞 而是加紧练戏 事关他预告决赛当晚 将会挑战一首难度很高的歌 那首快歌 基本上我这首不能呼气 是的 我真的不能呼气 你以为那首是曼哥那首快歌 真的不能呼气 我练习了 就是刚刚红色跑车那种 只是很脆脆碎 红色跑车 也是快歌 但是 我接下来那首就真的不能呼气